晚餐时间要提醒您看到这样的画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这是非常糟糕的用餐体验 新北市林口区有一名林先生透过外送平台订豆浆店的餐点 没有想到这杯米浆喝到底了 当了早上才发现杯口完全密封的纸杯里头 竟然会有一只活生生的小墙 难道是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吗 民众不敢置信 即便店家表示了如果有任何问题都会负起责任 现在卫生局也要前来集查 一定会很有阴影的真是太恶心了 一杯喝光的米浆到底出现了什么 让男子直呼实在太恶心 完全密封的封口杯里面是蟑螂 只见完全密封的纸杯占有一只活生生的小墙 让人看了超反胃 恶心反胃这种感觉一直存在 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林先生4号凌晨1点多 肚子饿跟妻子透过外送平台 还订了新北林口音家豆浆店餐点 饱餐一顿后到了早上 儿子却发现丢在垃圾桶已经喝光 完全密封的米浆纸杯有黑影在动 从不进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墙在里面 超倒胃口的用餐体验在我路上掀起讨论 不少人说活蟑螂在米浆内自己遇上了真的会疯掉 看了喉咙都养了起来 到底是装填时跑进去还是小肠太嘴残 钻缝隙跑进烘杯里 卫生局现在要前往集查 喝完米浆才发现杯底有玄机 餐点制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业者恐怕得要给消费者一个招待 这马正林昭贤新北市报道